大家好 今天呢我简单的教大家怎样操作模机器这款仪器的一个软件 那么首先呢我们把仪器开机 那么首先仪器开机之后呢我们白光是自动亮起的 那么我们在进入软件的时候呢要等白光自动熄灭之后再进入软件 否则的话是无法连接到模机器的 OK这个时候呢我们等白光自动熄灭 这个它的熄灭时间呢大概是在45秒钟 好了这个时候白光熄灭了这个时候呢你看啊咱们已经显示本地链接链接了 这个时候呢咱们进入软件 首先呢我们双击模擬一道软件 然后呢输入操作员操作员的章是admin 密码是1234 那么在语言显向带当中呢啊我们有几种语言 第一个呢是那么Chinese是简体中文 第二个呢是英格类是英语 那么第三个第四个是俄罗斯语 跟这个西班牙语 最后一个呢是中文的一个繁体 那我们一般在国内使用呢都是中文简体的 OK完了我们进入软件 那么进入软件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左边有四个选项 进入诊断 用户手册信息预入和返回 那么进入诊断呢就是我们拍照进行客户分析的啊 那么用户手册就是它的一个内部的说明书 信息预入就是我添加紫账号 包括总产品总客户产品信息的一个添加 那么呢我先教大家怎样修改添加紫账号和数据产品的一些添加 那么我点击进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上面有操作员信息 那个传品信息方案123 然后这个紫账号的话再加呢 我们先在这里操作员信息 然后先点击增加 然后这边呢你看就空白了 我就输入我想添加这账号 asdfg 然后输入自己想要的密码 然后保存 那么这时候呢我刚刚添加的紫账号就会在右边这个栏里面 那么当我刚刚添加这个 紫账号出现在右边这个栏里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它已经添加成功了啊 然后第二个产品信息 第二个产品信息 那么产品信息呢就是我们这个仪器后台这个产品的总数据库 那么我们每添加一款仪器呢啊 那么首先每添加一款产品呢我们首先要先点增加 点击增加之后呢输入名称 费用 功效 然后是用法 然后点击什么保存 这时候呢那么我们添加的信息呢就会出现在啊 这个数据库里面列表产品列表里 那么我们一二三方案一二三当中怎么添加这个产品信息呢 首先我点加方案一 这里边呢有一些产品啊 那么我们往里添加产品的时候呢是要先点增加 点增加点了增加之后呢那么总数据库他就出来了 那么我想添加哪一个我在总数据库当中点击一个 点击一个啊这个时候他已经过来了 那么方案二也是一样的也是先点击增加啊 然后这个时候就进来了然后保存 方案三也是一样的增加 保存一也是保存 啊这个时候呢 那我的产品信息就已经分别的添加到方案一二三当中了啊 这个时候就产品添加就ok了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退出 然后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到主机面了 主机面呢 这个时候我们从刚开始给顾客讲解的时候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填写一些客户的基本资料 啊 那么填资料的时候我们也要先点增加 点了增加之后呢客户编号 客户编号呢我们要顺着右边的这个 啊右边这个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编 那是零零零八 然后可输入客户的名字 然后呢 性别 年龄 电话 那么大家会注意到啊 这个我刚刚填的几项都是旁边带星的啊 都是带星号件 那么这个带星呢都是必须要填写的啊 必须要填写的 然后填写完之后呢我们点击保存 这时候呢我刚刚填的 添加的客户信息呢就会出现右边这个信息栏里的 客户信息栏里然后点击一下 进入整段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进入一个啊拍照操作界面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拍摄照片 啊 那么拍摄照片呢会有三个选项 那么左脸中脸跟右脸 那么这个为了客户为了测试咱们客户的准确度啊 包括他面部的一些啊 详细的问题 所在的地方 那么我们一般呢都是拍全脸啊 不建议拍左脸和右脸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让客户呢 把面部放到仪器 当中 那我们客户在放仪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姿势 那么下巴呢下巴不要超过底下这个托架 额头呢顶到上边啊 然后 刘海又搂上去避开睫毛眉毛跟头发啊 这个时候姿势摆好正确之后呢 我们会在操作界面当中有预览窗口啊 还是可以看到面部整体情况的 当确定没问题之后 我们点击拍照 那么拍完照片之后呢 我们会看见电脑当中出现两张照片啊 一个什么呢 一个是正常肤色的 一个是白色的 一个是蓝色的 那么我们蓝色这一张呢就是正常的肉眼可可见到的一些面部的一些啊肌肤状况的这个图片 然后咱们右边呢是UV是UV图片 UV图片什么就是皮肤深层的 肉眼看不到的一些状况啊 都是在这边这张图片来显示的 那么肉眼可以看到呢就是在这一张图片可以显示 那么分析之前呢我们先选择一些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把鼠标箭头放在中间 那么鼠标的左右键呢 我同时按住啊同时按住然后整体进行移动 同时按住 然后移动时呢我们避开眉毛睫毛跟头发 那么当整体移动之后呢我们再点击这个锡 每一个点呢它都可以拉伸的啊 我们点击这个点鼠标左键单击啊 我再拉动一下 可以了 那么区域选择好之后呢我们点击 那么呢点击定量分析 然后数据分析 这个时候呢大家会在有一分左右的时间 它是分析啊这个时候是电脑自动分析 分析完之后呢我们进行逐步的给客户的讲解 那么在分析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干嘛呢跟客户聊一天啊 简单的了解一下客户目前正在使用的一些产品 那么包括他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呢 也是规律啊 这个时候呢也方便咱们测试到后面的时候啊 那么很好一个比较好诊卷客户的一个 造成他这个皮肤这个目前状况的原因 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看到啊 那么他在分析数据的下面有RGB色斑 RGB毛孔 RGB粗糙度 RGB周纹 那么这四项啊 这个RGB的四项都是左边这张图片 啊 图测试的 然后呢 他后边还有什么呢 还有UV粉刺 UV色素 UV水分 包括几乎面图 这几下呢都是我右张图片啊 UV深层的 啊 来显示的 OK 这个时候我们测试完了 测完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逐一的啊 这七项 逐一的去给客户进行 讲解 那么首先是色斑 色斑呢我看到啊 点完之后呢 他面部会出现一些绿点 那么这个绿点呢 就是我的面部色斑所存在的一些地方 如果说客户看不清楚怎么办 没关系 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放大镜 我点击返回 细节放大 然后鼠标呢 移动到左边这辆图片 啊 点击下右键 这个时候就出来了 然后呢 放到斑点的地方 我再点击下鼠桌的右键 它就定住了 定住了 我再点它就活动了 那么有特别看同的 现在右键定住 然后我把鼠标呢移动到 放大镜当中 我再点右键 这个呢就是一个对比 这个对比 那么色斑呢 它会把你面部 色色沉着啊 斗盆斗印啊 那么低于你正常面部辐射的 它都会给你全体来 都会全体来 然后呢 它底下给你的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绿色是属于健康的 黄色是属于中的 那么红色就是非常严重 必须要治疗了 那么它 咱们这个它是在中的 是在中的 马上接近严重 马上接近严重 然后那个右上角呢 它会有个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呢 就是分析你这个色斑 占你当前面部的百分之多少 那么咱们百分 当前面部 这个百分之百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这三个区域内啊 这三个区域是百分之一百 就说明我的色斑 占这三个区域的百分之六十三啊 然后下一个猫虎 猫虎呢 它这也是一样的 猫虎也是一样的 绿色的 绿色的地缸啊 就是我猫虎比较粗大的地方 然后呢 它也是一样会给你个标准 一个标准 然后包括百分比 这个猫虎呢 就是咱们啊 面部比较粗大的像猫虎 这个比较好的一种 第三个粗糙度 那么粗糙度是什么呢 粗糙度就是我面部凹凸不平不光滑啊 的地方 那么相反 它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的毛孔 越粗大 皮肤越粗糙啊 那么也是这个呢 它表示呢是颜色越密集的啊 就是越粗糙的地方 那么它也是有百分比 也有百分比 也有标准 也有一个颜色的标准 有种的标准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什么 皱纹 皱纹 那么皱纹呢 就是它是分析你当前 面部的一些比较粗大啊 表情纹呢 包括一些皮肤纹理啊 较深的 那么它都会给你取放在那 那么这个 皱纹呢 我们可以也可以进行什么 放大镜来进行查看 啊 它也是一样 以绿色的 细条状来区分 然后它也是有百分比 啊 百分比 包括 水标 标准 然后 下一个 幽微粉刺 幽微粉刺呢 就到了我们右边这张图片了啊 这张蓝色的 它也是以绿色点来区分 面部当前的一些状况 什么是粉刺呢 这个粉刺就是我们 皮肤身上比较脏的一些东西 就是正常 平常我们使用的 啊 洗面奶啊 包括一些 其他的护肤产品呢 啊 对我这个皮肤身上造成的一些 伤害啊 包括 那个污染 还有个清洁的问题啊 这都是粉刺 都是粉刺 然后它也会进行百分比 百分比 像它这个百分之八十七 然后标准呢 是已经属于严重状态 严重状态 然后下一个什么色素 什么是色素呢 色素就是我 皮肤深藤的一个色斑 啊 就真疼深深深层斑 啊 这个可以当中复为深藤斑 也可以复为真皮斑 那么这个呢 它就是随着咱们的 啊 黑色素细胞呢 分泌出的黑色素 还没有完全分泌到表皮 啊 还在皮肤深藤 实验也看不到 它会在你未来你 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啊 慢慢在你的表皮形成色斑 形成表皮色斑 啊 这是咱们那个色素 然后它那个 也有百分比 对颜色区断 啊 它这个标准什么 已经接近颜色大派 啊 然后最后一个 幽微水分 这个幽微水分呢 幽微水分就是咱们面部皮肤 深层去水的地方 那它也是一样的 颜色越密集就越缺水啊 颜色越密集就越缺水 包括我长时间 那使用不适合自己面部这些 发展产品啊 所造成的那些伤害啊 污染度 包括污染度也是一样的啊 然后呢 就是一样 然后后面呢 我们有了什么呢 金属敏感度 金属敏感度 这个金属敏感度呢 就是测试我当前啊 客户当前是否对金属手势敏感啊 啊 那么一个标准 那么这只是其一 其二呢 是测试当前客户 是否长时间啊 使用美白产品啊 是 重金属超标的啊 美白产品是造成的一个伤害 所以这个怎么来判断 它是属于两种状况 哪个之一呢 这个就是咱们在分析的时候 先会跟客户了解啊 聊天的时候 来区分他当前是否有使用美白产品 如果没有使用 那么他就属于第一种啊 就是 颜色越低啊 那么就是对什么呢 对一些金属手势呢 啊 是有些不敏的状态 有这种现象 那么如果说 他当前有在使用一些 美白类的产品 那么就说明什么呢 他这个美白类产品中 是超标的 然后 定量分析讲解完之后呢 我们还有定性分析 这个定性分析就是什么呢 这个定性分析 它是分析你面部当前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皮肤 是中性啊 干性啊 混合性啊 啊 所以他都会有一个标准 那么可能是大概 那么可能很多科夫会有这么一个理解 就是说 那我这个面部看的很干啊 或者很油啊 为什么分析出来之后跟我这个看的不一样 那么这个为什么 因为他分析的是你深层的 加表皮的结合的 他不只是你当前面部 那么咱们肉眼看到呢 都是我当前面 当前面部就是表皮的啊 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判断呢 它是存在一定误差的啊 存在一定误差的 然后当定性分析 分析完之后呢 我们有什么 有个诊断报告 这个诊断报告呢 他会以柱状图的形式啊 要表现出你当前这些气象指标的一个标准啊 到底是什么严重 哪个严重 哪个好一点啊 这个当然呢 咱们一眼睛一看出来 那么越高越严重啊 越高越严重 越高越严重 然后呢 他底下会给你个综合年龄 这个综合年龄呢 他就是一个什么呢 皮肤年龄 就是说他测试你的当前的皮肤年龄 大于你的生理年龄多少岁啊 那么刚刚我说到天天二十四岁 他测试的是二十五点八七 测试的是二十五点八七 那么就说明呢 我的皮肤年龄呢 大于我的生理年龄呢 一岁半了 接近一两岁了啊 然后每一个呢 单向当中我还有个单向的年龄 那比方说毛孔 毛孔我的单向年龄是二十六点九二岁 那么就说明这个毛孔呢 大于我的十一年龄呢 超过要要接近三岁了啊 接近三岁了 这个比较大 包括粗糙粗糙粗糙粉刺啊 还有水分啊 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比较大的 然后综合起来 综合起来就是二十五点八七岁 然后这一页 这一页给客户讲解后呢 我们再点击下一页 然后下一页当中呢 是一个诊断报告 这个呢啊 它会出现一些条理的方案 这个条理方案呢 就是我们前期 刚刚讲解就是方案一二三当中的啊 那么它会这个调整方案呢 它会根据我的 前面这个好中差 相对应的来出现方案一二三 那么相对应呢 好就是出方案一 中是出方案二 差是出方案三啊 然后相对应的 它会出现在产品报告当中 这一页呢 如果我们连接打印机呢 还是可以打印出来的 可以打印出来的 可以打印 这里有打印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 然后包括这一页 这一页我们也是可以打印出来的